台南慶平路上一片漆黑 騎士只能靠前方車尾燈勉強照明 路燈不亮的還有這裡 安平路段監視器拍下停電一瞬間 整條路伸手不見五指 冰果店業者實在很無奈 上次停電已經壞了兩台冰箱 這一次再停又有設備損失 303全臺大跳電 民眾記憶猶新 臺南十二號晚上六點半 中西區北區安平區路燈又不亮 市長黃偉哲在臉書發文致歉 請臺電加油 開關損壞電網脆弱人為疏失臺電總在事後道歉但停電的不變民眾來承擔 只盼穩定供電不是口號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